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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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上一次讲过一个基本概念 对吧 入门的一个界面啊等等的 大概你们应该有一个思路了解了 就整个pusture 呃 然后再下来下面我会花大概三节课去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 对吧 每一节课凡三个功能 那总共三节也就是说九个东西应该是够你们用了 然后会在后面还有会呃 让你们就说画三个logo去练一下 因为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你们那个干笔工具 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一个今天先讲一下 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干笔工具啊 干笔工具这个快捷键是p 然后比如说平常我们什么都不slack 就什么都不选说就v嘛 选择工具 然后点一下p也可以 对吧 然后点一下 然后你看到有条线 对吧 然后按住shift他会对 呃 45度90度等等的 那长度什么的 你看慢慢拉其实也会显示 呃 但是你说打一把能不能有那个不能这个是cd才可以的 对 你现在就看到了 然后呢 如果刚刚没成功留看到这有个点 对吧 所以要把这个点给删掉 就有时候免得你们呃 就有时候免得什么呃 看不到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呃 钢笔工具的话 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方形 对吧 呃 这样子 对吧 然后呢 你看能对准 对吧 呃 或者我们先不把它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呃 esc 对 结束他先呃 结束他以后 对呃 这样子 你可以加点 对吧 比如说我这里加一个 对 这里再加一个 也可以减点 但这个呃 这样你们以后画曲线多的时候才不用 最后那个呃 先不用管他啊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 然后你选哎 没颜色 对啊 是这样子 这个后面会讲 呃 反正就先给上个色 对 这样子就ok了 好 那一个的话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钢笔工具啊 然后呢 曲线是怎么画 点一下 对 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点 然后这时候不要放开你的鼠标 左键不要放开 按着 然后对 你这样拉 对 而你会发现这个曲率 对 他是很有限的 他不并不能说 呃 你看我这么拉 我在甩过 呃 对 他并不能说呃 就有限的曲率 并不能说呃 非常大的一个转型 就比如说我捞个一个像无限的 这样子是不可能对的 呃 所以说他这个反正曲率就有限的 反正就是你能拉的 对180度能拉的 你说你这样子拉的一条直线也可以 但这样子也是一个极限啊 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我我拉一个这样子行对 然后我这样子哎 你看到对这里为什么你看我一拉啊 对这个地方嘛 你看他一定会这样子 不会说啊 如果我现在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yes取消了 我想要这样子一个效果 就相对讲这样子折下的效果可不可以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 而不用开一条线这样子 呃 首先这样子 呃 这样 我们再像刚刚那样子 对 然后这时候你看我刚刚拉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 对吧 就反正是甩嘛 然后这时候我们按alt 对 主标左键不要放开 然后把这个线甩到我们刚刚那位置 对 对 然后再放开左键 再放开alt 对 你看到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条 对 你又看到对 那alt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现在就懂了吧 然后我们选一下yes a 对 这样子就点下v 对 选择工具 然后你看到哎 这次这个线好像就完整了 对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选择工具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对 这个是我们用了 对 你看到 这个是用来就是说画钢笔的时候 选择那个线 那刚刚你看到两个方向 对 呃 一个一个点 它有两根棒子 对 就分别代表它的两端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第一 一开始拉的起始点 对吧 然后一个终点 也就是说动终点的时候 或起始点 它都会有两个 但是这边因为没有一根线 所以说它两根棒子不会出现 那这边有两根线 对 因为它是在终点嘛 有左右都有一根线 那所以说一根是代表它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拉直 能懂了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有时候拉的时候 对吧 呃 我这么一拉 然后再这么一拉 对吧 然后发现 哎 或者我再拉个曲率大一点 你会发现 哎 它一定是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们该怎么做 对 这么拉的时候 不要放开 按着alt 对 瞄准你下一个想要的那个曲 呃 曲线 就是说贴近它 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不会那么偏了 好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钢笔工具的一个描述 然后下来第二个东西 一个呃 什么就一个标词 对标词的一个操作 啊 后一个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对 还有一个是形状 好的 呃 这样子 那一个标词的话是这样子 control 加alt 或者很就这样子开关 那通常是做什么用的 比如说我现在 control 加alt 对吧 control 加alt 对吧 control 加alt 的时候 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拉一页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要拉一页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要拉一页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 当然你们要 平常不会这样子 平常选的这个 对吧 然后呢 再会在 当然一开始会设定好了 这个真的是突然的情况下 然后再加的不对 就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这样 然后我这时候 呃 要讲到的 刚刚一个标词工具 对吧 然后有说过吗 会拉一些辅助线什么的之前 对吧 那这时候要用的第三个工具什么 这样子形状工具 对吧 形状选项 然后你可以这么拉一个方块 然后按着这个形状 对有不同形状 比如说我之前弄到一个导圆角的形状 对吧 呃 然后呢 还有什么圆形 然后多边形 对吧 形状 多边形 你去选的时候 你点一下 然后你就可选三 三 然后就三角 对吧 就这样子 很简单的 好 那个继续回 呃 回去讲我们那个 你们可以自己玩一下 然后选了一下以后 我们选个点一下 呃 又点一下的话 他会有一个这样子选选宽 那你看到mm 那通常呢 我们打印的时候 或者作品集都会这样子流又出血味 也就是说五 通常是说一厘米啦 也就是说十厘米 那我们这次就五吧 啊 五的话 其实也够用了 呃 用不上那么多 然后呃 填色这个我后面会跟你们讲 你们先不用着急啊 反正就有个框框 反正随便点一下 像我这样子点一下有个颜色 当然你们研究一下也知道 然后这时候拉下来 呃 然后点一下这个标词 按着左键往下拖 哎 到这个地方 对贴顶puff 就那个puff就路的意思 线的意思 那这样点能懂了吧 就是说我这样子拉 然后就把这个线给那个设定好 就是说我把不同线 当然这个只适合就是说小量的啊 小量操作就小量叶数的可能20也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大的话 那还是用印底撒做吧 如果超过20叶的哈 小的话 他尽量用AI这样子 嗯哼 那基本上就这样 靠 那一个呃 今天讲了 就这三个工具 有什么问题的哦 下面留言给我 反正就对啊 或者叫我微信 可以问的更详细一点 当然呃 我不一定马上能回 因为有时候呃 打字没办法讲那么清楚 我发语音讲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这样子 对好 那一个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有什么下 有什么问题 对 微信或者留言给我 好 谢谢 哦 我们等一下啊 行了 谢谢 iste事 毕点 谁这样子毒这故在 好的 我们点儿 脒烹猴等一下 啵抹磨人吧 floods喔 如果 així 磨呂没有 你怎么 liberty 这或什么 containers 呢不 rainforest 不用而且没什么呢 臉 放十二花溜值浪子 junction były 75点 磨砂想法子湾小心没有